两千多年前 我脚下这条悬挂在绝壁上的战道 就是进出蜀地的重要通道 一位伟大的诗人曾对他发出这样的感慨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然而 今天往返四川的人们 却很难体会这位诗人的心情了 因为如今贯通四川的 是前所未有的 超级蜀道 就在不远处 时速可达250公里的西城高铁 在秦岭之中飞驰而过 自北向南连接西安和成都 继续往南 京坤高速则凭借百米高的超级大桥 冲上云贵高原 连接成都与昆明 转头向西 两条川藏公路上天入地 翻越横断山脉 让青藏高原不再遥远 众多从四面八方连接四川的大通道 共同构成了现代的超级蜀道 那么我们是如何突破重重阻隔 创造出这些超级蜀道的 它没有给四川 给西南 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首先要前往一座 以一山之力划分中国南北的超级山脉 秦岭如同一条巨龙 横卧在中国大地之上 它山体宽厚 群山连绵 南北方向最窄处 也有将近一百公里 再加上高耸的山脊 让秦岭成了四川盆地 与关中平原之间 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在我身旁 是连接宝基和成都的宝城铁路 也是第一条穿越秦岭的铁路 然而 当年为了翻越这座大山 列车必须在25公里的直线距离内 爬升800余米 坡度将超过列车安全运行的极限 为了减缓坡度 人们让铁路来回盘旋多层 相当于把直线距离 延展到了40多公里 大大降低了列车爬升的难度 这才有了我们面前 这条迂回蜿蜒的盘山铁路 也就是所谓的展线 不过 频繁的弯道会大幅降低列车的速度 时至今日 这里的小慢车平均时速 也不过30公里左右 想要更快 唯一的方法就是穿山 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可以不必绕过宽厚的山铁 而是直接修建超长隧道 彻底击穿秦岭 于是 你将看到这样一条 几乎完全以直线贯穿秦岭的道路 它可以让时速高达250公里的高铁 顺理通行 这就是西城高铁 而帮助它一击击穿秦岭的 不仅是隧道 超长隧道 更是由超长隧道组成的 超级隧道区 其中 包括6座长度超过10公里的 特长隧道在里 总共20座隧道 组成了长达126公里的 秦岭隧道区 相当于整段秦岭线路中 有94%都在隧道中传信 在隧道群的加持下 西安到成都的通行时间 从原先的11小时 缩短到了3个小时 早上刚吃了肉夹馍 总部都可以干走 整总理四川火锅了 就这样 我们用一座座超级隧道 击穿超级山脉 打通了北向的出川通道 四川第一次 接入了全国的高铁网路 但是仅仅突破一个方向还不够 我们还要继续往南 冲上云贵高原 相较于低洼的四川盆地 云贵高原的平均海拔更高 二者落差可达2000米 想要进入此地 无论任何道路都必须爬升 想方设法完成爬升 例如1970年建成的成坤铁路 就在苏联专家曾经断言的 驻入禁区 凭借其间规模宏大的展现区 打通了一条通往高原的传奇之路 今天在成坤铁路沿线 另一条超级通道只需要夜11小时 就可以让汽车从成都抵达昆明 比普通列车还快了8个小时 这就是我身后的金坤高速 想要冲上高原 金坤高速同样面临爬升的难题 尤其在雅安到西昌段 连续爬坡长达51公里 作为设计时速80公里的高速公路 如此长距离的抖坡 将大大增加行车风险 为了削减坡度 人们用连续两次原地盘旋上升的方法 巧妙地绕开了地质条件不好的路段 在大山中建成了一对独特的双螺旋隧道 但在两条隧道之间 却并非可以直接修路的平地 而是幽深的山谷 这意味着 人们还必须借助桥梁的力量 于是 一座摩天大桥拔地而起 桥面离地最高超过100米 驾车经过 宛如在框中飞驰 这就是我们眼前这座像过山车一样的干海子大桥 它高耸的桥墩采用了特别的钢管混凝土结构 不仅减轻了重量 还同时拥有超强的抗震能力 在这条由桥梁和隧道组成的特殊盘山路上 汽车只需要不到20分钟 便可以爬升超过一座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 并且全程坡度和缓 几乎如履履屏地 再加上沿途的腊八津大桥 泥巴山隧道 观音岩大渡河大桥等控制性工程的建成 金坤高速最艰难的路段终于完工 自此 群山之中的四川盆地也从南到北完全贯通 但与此同时 它的另一侧土地却显得格外荒凉 至今也尚未有铁路涉足 那就是通往青藏高原的必经之路 而在这里 人们必须面对的 是高山深谷重重阻隔的横断山脉 西藏是无数人梦中的天堂 但修一条从四川通往西藏的道路 却要面临地狱级的考验 因为要抵达这里 我们必须穿过的不是普通的山脉 而是由七条山脉 六条大江共同组成的 世界上最密集的高山峡谷群 横断山区 我们要冲上的也不是普通的高原 而是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的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 这意味着要建成这条道路 我们必然需要更强的超级隧道 和更强的超级大桥 从成都平原向西 二郎山陡然耸立 它与山脚的海拔高差近两千五百米 是川藏南线上的第一道关卡 这条公路 如今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318国道 不过 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 318国道都只能以六十多公里的盘山路 翻越二郎山 直到一条长约四公里的二郎山隧道贯通 才结束了这一路段只能单向透析的历史 而今天 一条全长十三点四公里的高速公路隧道 再次打通二郎山 让康巴藏区第一次有了高速公路 这一条十三点四公里的隧道 却跨越了十三条段离带 施工人员平均每天只能绝近三点六米 熬寨五年才将其打通 相较之下 穿越秦岭的高铁隧道群中 最长的隧道 平均一天便能推进十三米之多 好不容易穿出二郎山 我们又将遭遇一条汹涌的大河 这便是红军飞夺卢定桥层跨越的大河 如今在卢定桥上游 已经架起了一座新的大桥 此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距离河面200多米的高度 为了衔接路面 桥面必须在这样的高度下一跨而过 跨度近达到了1100米 是卢定桥的11倍 人称卢定大渡河大桥 作为一座悬缩桥 仅靠左右两根竹篮 便要承载几乎整座大桥的重量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当我们把视线移到岸边 便可窥探一二 在康定侧 竹篮被固定在一个巨大的混凝土结构中 它以高达23万吨的自重 稳稳拉住竹篮 称作重力毛 但在雅安侧 山体陡峭 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庞大的重力毛 为此 工程师们选择了在山体内部 开挖一条长达159米的隧道 让锚定如同一颗巨大的膨胀螺钉 将竹篮稳稳地定在山里 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隧道毛 再加上中央扣等特殊结构 卢定大渡河大桥 可以抵御山谷间相当于12级台风的横峰冲击 并在6级的强阵下 依然保持完好无损 超级隧道 加上超级大桥 让通往西藏的道路不断升级 成都到康定 也从两天缩短到如今的三个多小时 不过 二棱山大渡河 仅仅是第一道关卡 继续往西 还有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口 崖壁几乎垂直江面的大河等 更多天欠等着我们去征服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难度 正在修建的川藏铁路 预计要耗费十余年的时间 才能彻底击破横断山脉 而当它建成之时 也将注定成为一个标柄史册的奇迹 此外 随着滬戎高铁 成余高速等通道 向东连接长江中下游地区 往来四川的各个方向均被打通 或许浪漫如师仙李白 也无法想象 曾经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有朝一日 会变得如此畅通无阻 四通八达 今天 当四川有了超级蜀道 群山就不再是难以逾越的天欠 盆地就不再是被重重阻隔的孤岛 四川也不再只是大西南的四川 而是将整个西南地区 与全国紧密相连的关键枢纽 今天 我们能在四川建起一众超级水道 未来 我们就可能在更多大山之间 更多高原之上 在一切渴望连接的地方 建起更多的超级通道 直到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座城市 任何一个村庄 任何一个角落 都变得触手可及 本系列由别克SUV家族 与星球研究所联合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